好,大家好,我是乐房俱乐部的Lillian Ho 我的这个YouTube频道是跟大家用投资人的视角 来分享地产投资和出租房的管理 我在5月30号和31号去了我的温哥华岛 Paul River上面一个房子,这个是我房子的后院 我在那两天的经历中有非常非常大的收获 虽然我只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晚上 但是我再次的经历了Paul River的晚霞 在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中 我看到了让人很惊艳的这样的一个景象 每一次去那里都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都觉得时间不够用,真希望能够多待几天 这次我在去我出租房的时候 正赶上鲜花盛开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杜鹃花和这个小核糖旁边的花草 真的非常的漂亮 我过一段时间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次去的主要的目的和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 我们做地产投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早日的实现财务自由 可以轻轻松松的做房东 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我们的家人和朋友 可以有时间,有金钱,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在这里也预祝大家投资成功,一切顺利 我今天的视频是访谈我的一位网友,她也是我的一位学员,她叫Emma Zhang 今天她会用她自己的实际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出租房管理的过程中,她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 好,下面就跟我一起看一看我们两天前做的这个访谈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你动手帮我点赞,表示支持 也非常欢迎你在我的视频下留言 好的,大家好,今天我请到这位嘉宾Emma Zhang 她在地产投资过程中,她也做的挺好的 我前两天跟她交流的时候,我觉得Emma 我说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的这个经验,体会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所以今天我也特别的高兴 今天Emma愿意花这时间跟我们来一起做个访谈 好,欢迎你Emma 大家好,我也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呢,我之前已经参加过了历练老师的一些课程 感觉非常受益,应该说是受益良多,特别多 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来做这个交流 把我的一些体会分享给大家 好的Emma,你的本职工作是什么呢 我来加拿大以后呢,首先我最重要的工作应该是一个妈妈 因为我有两个孩子 然后呢,因为我本身在国内的时候有教育的背景 也有专业背景,然后有管理经验 所以我后来以后就创办了一个我自己的学校 主要是能够把我自己的一些教育想法 把我的孩子的,能够给我的孩子 创造一个最好的学习资源给孩子 然后后来就慢慢越来越做越大 然后现在就做成了一个培训学校 所以这个应该是我的第二本职工作 第一本职工作,首先是妈妈 首先是妈妈,一定是的 然后呢,就是教育,对吧 做教育,那你怎么想起来做地产投资呢 我想你这个教育做的肯定也是很忙,是吧 所以说我并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做地产投资 其实你一定要有取舍 像我知道,像有的人会说多单元公寓楼 或者是说像一些duplex, triplex这种房子 它虽然现金流很好,但它并不适合于我 所以我对自己的这个投资的话 我想的一定是一种比较简单的 因为我没有太多的精力投入到它 房产投资,特别上了您的课以后 我就会发现这个房产投资有太多太多的方向 然后很多的投资方法 每一个方法你深入下去以后都会很有收获 然后所以,反正我觉得可能暂时我还没有去做其他的方法 现在我还是以single family的投资为主 我们俩前两天聊的时候,你也说起来了 你最近在找度客的时候有一些经验 既然你愿意跟大家分享 我说那咱们做个视频 那你在这个找度客的过程中 一个是你自己有什么样经验分享 然后还有就是说,比如通过课程有什么特别的能够让你有收获的 我当时购买咱们的课程的时候 我当时正在一个旅行的途中 还比较有时间做,我们做房车旅行嘛 然后就,房车嘛很长时间都在路上 所以我就偶尔就搜到了那个课程 然后我想,哎哟正好我的房子马上 我是买的楼花嘛,马上就要收房了 我说我上一下这个课吧 还是,价钱也不是很贵吧 因为你想你如果是找那个中介去租的话 要一个月房租 那我只是一两千块钱了是吧 所以我想我自己学一下了 因为我后期我知道我还会收到几个楼花嘛 所以我想我还是自己学习一下 然后听了您的课程以后呢 就知道一步一步的是 因为您的课程是一步一步非常明确的 所以我也是一步一步按照您的去做的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您那有一个群嘛是吧 然后除了上了您的课以后 在这个群里面 然后大家会给解答一些问题 然后您会给一些反馈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是收获非常多的一点点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你不可能去问房产经济是吧 房产经济它会给你一两条回复 它不可能什么都告诉你的 所以说在这个群里面 大家有好多是自身的房东了 然后他们给的意见我觉得特别好 包括您给点评一下这个广告 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 在找租客过程中一定会碰到一些问题 那你聊一聊就说 你在这个过程中碰到什么问题 然后怎么解决的 我说一个比较好玩的 就是我说的那个楼啊 那个楼是新盖的一个楼 当时我买的那个楼花呢 位置还比较好 是正对着那条河 所以我河井 所以我自己感觉虽然是一个小房子 但是蛮有特点的 然后呢 就有人在 我在KGG站发了广告以后 就有人跟我说 哎呀我 我从这个楼开始打地基的时候 我就从这个楼跟前路过 我一直都想着 我能够住在这个楼里面 现在我看见你发这个广告 正好是我想住的这个楼 太合适了 这就是我的梦想 这就是我的理想 这是我的人生 然后说了好多好多 然后我感觉也很激动啊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租房子 我听到哎呀我说 我能帮助这个人 实现这么大一个理想 真是蛮开心的呀 但是我想不行 我说我一定要按照 丽严老师说的 让她填表格 然后她填表格的时候 倒还挺痛快的就填了 但是她表格里边 好多地方写的 都是一段段的故事 然后这个地方写了一大段话 那个地方写了一大段话 哎呦我一看这个话 我就觉得哎呦我都真的不想去看 这些太多了一堆堆的话 我想你就很简单的给我一些信息 就好了 为什么要编这么多 可能当时我还没有反应过 她是编的 然后写了一段段的话 我还想这个人真真诚 好真诚的一个人呀 然后后来 但是在后来再进行到 再往后开始做被检调查的时候 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 就是说我有这个样的理由 我有这个样的原因 也是一个个的故事 然后我就开始烦了 我说这个事情不能是这个样子的 我说如果 如果她真的是租过房子的话 她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后来我在群里面 和大家也讨论过这个案例嘛 然后我有了经验了以后 我在回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觉得像这种 编了这种故事的人一定都是有问题的 因为大家的时间都这么宝贵 她不会有经验的租客 会立马把你所要的这些东西 就是咱们课堂上提到的这些东西 都给你发过来 但是没有经验的租客的时候 她就会问你说 哎你为什么要我这个 你为什么要我那个 然后她就会反反复复的吧 所以我就说咱们这个课上还是帮了我很多的 是有的时候 你觉得是特别特别完美的 就是其实那是很不真实的 对是的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现在发现就是这种 特别讲故事的这种人的话 都是有问题 像我另外一个 还遇到过一个租客 她跟我说说 她是因为要调到市中心来了 因为她卖车卖的特别好 她卖了多少多少辆车 拿到了多少多少云青 然后她被提升为了manager 然后怎么怎么样 还我想在疫情期间 车好像都买不到车呀 我们都排队都没有车 你从哪里搞了那么多车来卖 后来也是发现 就是你按照我给她发过去 那个租客申请表以后 就没有下文了 她就没有再填那个表 但是过了几天以后 她还过来问我说 哎你这个房子 我能住吗什么的 我想我也都给你发给你表格了 你都不钱 然后就又没信了 所以我说这个发的租客申请表的 这个过程其实就可以筛选掉一部分 Emma你刚才讲到了这个 这两个故事啊 最后这个故事 我也是深有体会 就是很多的时候 租客来看房的时候 他可能有有些人 他手里拿着这个deposit都拿到了 哎他说我特别特别喜欢你的房 我钱都都那个在这今天 我都可以教你这个deposit 很多的房东就是因为这个 就怕这个这个控房 所以就接受了 其实根本就没有做下一步 你看我们看房之后 下一步应该申请表 对吧 申请表之后 背景调查 这两步是最最重要 因为你背景调查是通过 看他的申请表上的内容 来做的 我们肯定要让他写出来 因为申请表上还有他签字 允许我们去做背景调查 允许我们做credit check的 所以这一步非常关键 我这次视频中我说一定要提醒大家 申请表不能够不能够去忽略这一步 另外呢就是就像你刚才讲的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比如说很多的租客看了房之后他满意 说我特别感谢你这个 那你说好下一步你填一下申请表 我查一下你的背景 有些人就失踪了 那这种租客 就是我们不想要的租客 就申请表了 我可能就是说 如果这个人像我跟你说 这几个表现在特别急迫的想租房的人 我可能就会直接就是在看房之前 就会给他寄这个申请表 我说你既然这么想看房 那你就先点这个申请表吧 然后我们这样会进度快一点点 然后这样就会先把这些人都给筛出去了 就不给他看房 因为我不太愿意跑那么远去给这种人开房 没错没错 看房子也是 很花时间的 不合适的 我们马上不要浪费任何时间 对就是这样子的 那还有一些细节方面 就是说你看我的 我们讲到就是看房的时候 实际上特别关键的一步 观察细节这些 这些你有什么特别的体会吗 我觉得这个 因为我们这本地这边 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是 你在这个经济这里买楼花 他会免费的给你出租 所以呢 他我有的时候就会图省事 我就想直接交给地产经纪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了 其实不是地产经纪 他会直接就把那个钥匙给那个楼管嘛 然后那个让看房的人直接去找楼管去拿钥匙 但实际上这个过程中 地产经纪就完全没有看到这个人 到底就是什么样子的人 他的气质是什么样子的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整洁干净的人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自己把关 我们不能太信赖于地产经纪 然后所以还是要自己去把关这个租客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因为地产经纪不见也都很忙嘛 是吧 面对面的看到这个租客 然后你就会感受到你的这个租客 是一个大概的什么情况的一个人 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 其实看租客 就是看房这一步是特别关键的 你像我们那个咱们群网课学员里面 也有一些朋友的见证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比如说他看到了这个租客 他看房的时候 主动脱鞋 然后呢还把这个鞋摆得整整齐齐的 那一看这个细节 因为我觉得看人的细节 能看出一个人的他的真正的素质素养 是吧 对 包括跟你交流的时候 言谈举止是怎么样的 他是想有意回顾一些问题呢 还是说他诚诚实实的跟你讲讲话 另外呢就是 他是不是一个不容易交往的人 因为有一些人呢 他是比如说不尊重人啊 或者说是他是很强硬的 没有礼貌的 这些你是 只有通过跟他交流能知道的 对 一般你跟他说几句话以后 你就能够感受到 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你现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不想跟这个人继续接触下去的话 你想想 你把你最重要的一个房产交给他 然后你以后可能经常会有事情 要跟他打交道 是个多么头疼的一个事情 然后我前一段时间买了一个房子 然后那个就是因为那个租客 特别特别不好 然后我很头疼 然后那个房东宁可要低价 把房子卖掉 然后都要把这个租客赶走 是 这种情况真的挺多的 真的是挺多的 去年你也买了一个房是吧 还是今年呀 这是我第二个收到的楼花了嘛 然后我当时就在想 因为这栋楼呢 是以投资为主的一栋楼 就是他这个楼里边呢 有很绝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投资者买的 我知道的啊 因为我知道这个 这个朋友买了 那个朋友买了 然后我呢 因为楼花是楼层越高 价格越贵嘛 所以我买的是低楼层的 低楼层的就是先收房嘛 然后我当时想呀 我说我这个地方呢 房子要先收房 然后呢 我要出租的时候 这个大楼其实大部分 还处在建设当中 所以环境也不是很好 然后呢 但是我就要开始先还这个月供了呀 所以我要想办法把这个房子 能够先租出去 我说我不能等着这个大楼 都完全好了以后 我来去找租客 我只要拿到钥匙 我就要立马去找租客 然后呢我想 既然我说 我这个朋友的房子和我一样 那个房子的朋友和我一样 我怎么才能比他们更快更好的出租出去呢 所以我想我说我这个房子 我一定要就是稍微稍加收拾 然后所以呢 我就很快的时间 我就去一下那边买了个窗帘 然后我自己就安了窗帘 然后把一些灯 然后换一换 然后摆上了一些家具 然后呢家具其实都是一些二手的 但是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嘛 所以我可能总共花了 因为是一室一厅嘛 总共花了可能将近2000刀的样子 然后我就把这个房子整个的看起来 就有点像那种Airbnb的小户型 Airbnb上的照片一样 然后很快就把它抛出去了 然后呢定的价格呢 应该说还是可以的是个1750 然后哎没想到效果特别好 然后那个正常的话 像我们魁省7月1号是一个省的搬家日 就是90%的人都会在7月1号搬家 所以大部分人的起租日 也是从7月1号开始的 但是我那个房子就非常幸运的 碰到了一个租客 愿意从5月份5月中旬就开始起租 一直然后租下去 然后那个租客的条件各方面也特别好 他是住在我们那个楼的附近 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老板 我按照咱们说的方法都给他check过 他是一个很大公司老板 但是他就是想在家附近有一个办公室 这样呢他只是用一个离开家去办公的一个感觉吧 然后从我们那个楼走到他家大概有4分钟的样子 然后呢所以他也不要车位 然后车位我也可以单租 然后他也不要locker locker我也可以单租出去 所以整体来上车位的话大概是250块钱一个月 然后locker是50块钱一个月 等于我这个房子很快的出租出去了 然后而且呢比同楼的人应该至少多租300块钱 你不要不舍得在你的这个投资房上花一点钱 像我的话大概花2000块钱去把它装饰 装饰的稍微好一点点 但其实也没有用什么特别贵的材料啊 就是出租房的一个大概的装饰吧 但是你能够很快的找到一个租客 然后找到一个优质的租客 才是你一个赚钱的一个根本 你可能头期花了2000块钱 但是你比别人找出租出去的一个月 或者你的租金比别人多出来这么几百块钱 长期来看还是非常值得的 而且你一个好的房子 才能够吸引到一个好的租客 就是你首先得有乌铜树 才能引得凤凰了还是吧 所以说我觉得一定要把自己的出租屋 打扮得比较好一点点 然后你才能够有优质租客的一个上门 是这样的 那很多的我这边也是提醒有些房东啊 当你的房子有一些 Renovation做完的时候 千万那个时候不要期待 租客来看房的时候 让他来做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情况没有到位的时候 你吸引不到好的租客 今天我在群里面看到另外一个群友 有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他找的经济 帮他去找的这个租客 现在出现了问题 那么他就提到了 他说当时呢 他完全是听这个经济的 自己没有有任何的这个经验 最后呢这个租客欠了好几个月租 现在他要跟他又请律师 又要把租客赶走 那我呢就在这边呢 也是特别的提醒大家 即使我们找了经济 你也要把握 这经济是不是有经验的 那艾玛你自己在这方面 有什么方面的体会 我这方面我给说一个 我最近的 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的一个故事啊 他就是我们都认识了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经济应该说是 但是呢可能就是最近有点忙 然后呢最近地产经济都很忙 应该说是啊地产火爆 然后呢他这个房子要出租的时候呢 就交给这个地产经济了 但是租房这件事情呢 对地产经济而言 其实不是一个特别赚钱的事情啊 然后呢地产经济介绍来的这个租客呢 地产经济说的这各方面条件 都非常非常的好呀 然后我的朋友就特别高兴 就已经开始畅想着 说这个房子租给这个人以后 我会怎么怎么样啊 然后钱要怎么怎么样 都想得很好了 结果后来发现呢 来签约那天呢 领的租户来了 来看的时候呢 就准备要签约 然后签约的时候呢 我的朋友就问了一些问题 然后呢发现这个地产经济 完全不了解这个租客的情况 然后他会去先去问这个租客 然后租客回答过来了 然后他再来回答我朋友 就是因为他们说的是法语嘛 其实我朋友是能听懂一点点的 但是这个地产经济就在问他一些细节 这个租客的细节问题 然后后来我朋友就问到 他说你现在租那个房子多少钱啊 然后这个租客就说 我现在租的房子呢 是一千多块钱 他说那我现在这个房子要四千多 你怎么能够租得起呢 然后他说哎呀我这个 我到你这来以后呢 不光是我自己住这里 然后呢我的表哥 我的表弟 然后什么什么亲戚 也会再和我一起来住这个房 所以我们肯定能够付得起这个费用 我朋友一听着就急了呀 他说我怎么可能让你这么多人来租我这个大house呢 然后而且说你的收入没有显著改变的情况下 你怎么可能一下子从一千多块钱 越前到四千多块钱 而且这个租客 他现在住的是我们城 这个蒙特利尔是一个大岛嘛 他住在岛的最东面 然后呢现在要搬到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朋友的这个房子呢是在西面 所以呢两个距离大概有两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所以说你没有任何原因 你为什么要到这边来租这个房子呢 就是欺骗的感觉就特别的明显 然后当时那个经济是打着合同来的 我朋友说不行这个我不会再签 我不会签这个客户 然后所以说就差一点就掉到坑里来了 就是很明显这个坑 如果我朋友当时 因为我们都很信任这个经济啊 所以说如果我们都信任了这个人 没有去自己去复合这些信息的话 就是肯定会吃大亏的这个地方 很明显的是一个坑 实际上最最负责任的就是你自己 没有别人会比你还对你的房子负责任 我们即使去找经济去管理 一定要自己上心的 你知道怎么样去筛选步骤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说哎这个心情表来了 我看一下 然后我可以问一下这个经济 你做了哪些被顶调查对吧 然后呢在哪怕是这个我们跟这个经济签约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问他 你如果是在筛选过程中 你会问什么样的问题 你会做什么样的步骤 可以避免这个不好的租客 你看看他是怎么讲的 实际上艾玛你有体会 就是说上了这个课程之后 你是不是觉得每一步 你都知道怎么样去去做 你可以用这些方式去问经济 你觉得他是不是真正是负责任 和是不是真正懂的 可以判断出来的 是的 因为经济他只是 他也不会长期的去负责你的房子 你的投资是要由你来负责的 是吧 对经济而言他可能有两千个客户 而对你的话 这就是你唯一的一个房子 或者是几个的房子 一个重大的投资在这里 所以还是要自己对自己的这个非常的把关 而且经济有的时候 他大经济 他下面会带很多助理 他的助理可能核实过这件事情 或者他助理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说 就是要自己把关一下 而且就是像我跟你说的 就是当时我们那一栋楼 同时往外出租的楼 花到那个楼交接 如果你自己用心一点像我的话 我可能很快的去把这件事情 就搞定了 但是如果你交给经济的话 我知道我那个楼里面 现在绝对大部分人 都是还没有租过去的状态 是的 因为他们也忙对吧 他们也忙 对是的 上来这么多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 这个自己的房子 咱们一定要自己上心 真的是要自己上心 对是的 非常关键 自己的房子 像我们刚才说的 一定要自己把好关 不管是维修 还是保养 还是说这个租客筛选 因为就要把它当成一个 自己的孩子一样 去关注他 你可能要定时的 就是秋天要 该干什么事情了 冬天要干什么事情了 你就要像自己住的房子 这样子去做这些事情 一定不能够说把它忽略掉 觉得租出去了就OK了 其实还是一步一步的来 当然一个好的租客 是一个基础 但是后面还有很多的 后续的事情 有一个好的租客以后 你就会有更好的心情 去维护 一步步的来保养这个房子 然后你才能够房产 实现你的房产的 一个稳步的一个升值 那你还算比较幸运的 阿玛就是说 自己在这个投资过程中 还没有碰到过 太麻烦的租客是吧 因为我还在收第一个 出租房之前 就先上了课 我是先学习 然后再上车的 不是先上车再学习 对对对很聪明很聪明 确实是 避免很多的麻烦 对是避免很多麻烦 那你今年 有什么特别的投资目标吗 今年可能 我在地产投资上 没有 我还是想更多的时间 投入到我自己的事业中来 我觉得我事业的发展 会给我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成功感 然后我很愿意就是 帮助到更多的家庭 帮助到更多的孩子 因为当然了 房产投资这方面 我只要有一个稳固的进行 就OK了 对很好很好 你实际上你自己这份生意 也是个 active income 是吧 有这些生意 可以帮助你以后 再去做地产投资 对 也是两个是一个正向的 一个循环 我的生意做的越来越好 然后我会有正向的现金流 然后来补育我的地方 互产的事业 那你在这个生意 这方面做的怎么样呢 现在 现在做的应该还是不错的 学生越来越多 然后本身我应该 我最开始只是魁省了 只是我身边的 一小范围的一个环境 经常有朋友比较信任我 过来找过来 然后就越介绍越多 越介绍越多 然后现在甚至 连国内的孩子都找过来了 所以还是蛮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能够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 然后能够把一些非常好的 一些资源 带给一些身边的人 让他们受益 所以我觉得这种 得到大家正上反馈的感觉 还是非常好的 对 那你现在就是 网上基本上开哪些的课程呢 现在 我们课程其实蛮多的 主要因为是魁省了 所以我们有法语的 然后但是我们的法语 主要是请的反国的老师 用我们魁省的教材 来讲 因为我比较喜欢法国的法音嘛 英语的话 一些主流的教材 我们都会有 特别的是我们还有 辩论啊 编程啊 这些课程 应该说都是一些 非常优秀的师子吧 所以才能吸引来 越来越多的学生 你这个是多大到多大的孩子呢 这个教育 我们是以小学阶段为主的 因为我觉得小学的时候 可以是给孩子 打基础的一个阶段 如果你让小的时候 让孩子有这种 学习的兴趣 有学习的能力 他后面的路 其实可以自己走得很好的 对 你说现在主要的事宜 是小学阶段为主 然后我要求 我的老师一定能够 比较有趣 能够激发起孩子 这种兴趣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一定要有 适合孩子的老师 就是我选择老师的一个标准啊 一定能够激发起孩子 这种兴趣 所以今年有一些上海的学员 过来找我们 一些上海国际学校的 然后他们就会惊讶 说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老师 然后会有这么优惠的价格 因为可能我们蒙特利尔的这种消费水平吧 相对于其他的大城市 特别是中国那边 还是价格还是蛮有竞争力的 所以大家如果是哪位朋友 对你的孩子正好是在小学阶段的 是吧 如果想要上一些特别的一些课程 最主要是激发孩子的这个学习的动力 对我们每个州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公益课程 然后公益课程 哎我们上个州的公益课程是讲的 那个马斯克的一些故事 我们讲的是马斯克的失败的案例 讲到他有哪一些失败 这个可能都很让孩子们惊讶 包括我自己也是很惊讶 原来他有这么顿多的失败 然后最后才走向了一个成功 我觉得这个对孩子的意义 也是蛮有趣的一个 好多经历你不跟孩子说 或者是我们家长跟孩子说 其实孩子是不听的 你必须有一个其他的第三方老师的 一个身份过来跟你交流 然后你会更能够听进去这个故事 而且你光看到这个榜样在这里 你知道马斯克他都火箭上天了 但你知道他之前失败了多少次吗 然后能够往上海 我们互动的时候就可以看见 孩子打出了很多话 然后说原来他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说这个孩子的思考能力也是很强啊 他能够能够听懂 然后有互动是吧 对是的 不要想看孩子 是是是 现在反正所有的课程 基本上都是网课 所以对大家也是比较方便 是的 对像你的课程也是一样的 课程的理念 其实一些先进的东西 在加拿大或者北美 都是通用的一些道理 对确实 那就我今天那个听咱们访谈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对艾玛的他的这个网课啊 教育这方面感兴趣的 你们可以跟我联系 跟我联系之后 我把那个艾玛的信息给你们发过来 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也请你帮我点赞订阅并转发 如果对快速有效的筛选租客课程感兴趣的朋友 请你加我的微信联系 也祝大家投资顺利 做一个轻轻松松的房东 好我们下次见 拜拜